黑洞是具有巨大吸引力的黑色物质,质量很大,不论是恒星,行星,还是光,都可以被吸进去,科学家形容它就像是宇宙中的巨大漩涡,没有物质能够逃脱它的魔爪,黑洞存在于宇宙的任何位置,它用肉眼不可见,科学家也没有有专门的设备能够检测出黑洞的位置, 但是通过宇宙中的环境可以定位到黑洞,如果某个地方连光也无法渗透,那么这个地方很有可能就会有黑洞 那么,被黑洞吸收进去的物质,去了什么地方呢?黑洞的胃口,到底有多大,难道一直吃不饱? 哦,如果按照物质守恒定律来说的话,有吸收的异端,就一定有释放的异端,就像人类一样,每天吃饭,也每天方便。 科学家猜测,在黑洞的另一端,可能有白洞的存在,被黑洞吸收的物质会在白洞一端释放出来,回到达宇宙的另一边。 火金大胆的猜测,黑洞可能是探索宇宙的时空隧道,人们进入黑洞之后可能会到达几百万光年的地方,但是目前还不能证实这个说法,所以人们还不敢超市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